我跟妳講以前一直是胃食道逆流 加上每天日操夜操這樣子 休息的時候 醫生叫我一定要完全改善 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所以我從此改掉宵夜 所以也跟著瘦了 我這一次從 其實我大概瘦了九公斤吧 但事實上我這一年半 因為我覺得我都在玩 摩子換個地方住 上海住住 北京住住 都在吃 所以我胖到最高到六十四 六十四 我現在回到五十五 所以回來的時候我躲得很厲害 然後我用大概半年的時間 讓自己回到現在的樣子 我休息還是有差 然後聲音我也很擔心就是 我再付出我聲音太像林志玲 觀眾會不會不喜歡我呢 大家加油 希望你們孩子會支持我 其實很多粉絲也講說 怎麼好久沒有看到妳了 但是妳不覺得 就聲音變好聽很多嗎 對 妳真的很好聽啊 沒有 我以前真的我跟你講 一直是黃茵茵出谷啊 黃茵茵 翠茵茵好不好 我跟以前一直是胃食道逆流 加上就用 就每天日操夜操這樣子 休息的時候 那醫生叫我一定要完全改善 就是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所以我從此改掉消夜 所以也跟著瘦了 我這一次從 其實我大概瘦了9公斤吧 哇 我瘦了9公斤 真的真的 你們好像感覺好像沒有差太多對不對 對 但事實上我這一年半 因為我覺得我都在玩 我只換個地方住 上海就住 北京就住 都在吃 所以我胖到最高到64 64 我現在回到55 不容易啊 對 9公斤 我瘦下了9公斤 真的 所以我 所以回來瘦 我躲得很厲害 然後我用大概半年的時間 讓自己回到現在的樣子 看起來還好嗎 好棒 運動還好 謝謝 我休息還是有差 然後聲音 我也很擔心就是 我再付出我聲音太下林志玲 觀眾會不會不喜歡我呢 茜莉姐姐加油 大家加油 希望你們 希望你們還是會支持我唷 一定啊 不是茜姐姐 不是茜莉姐姐 茜莉姐姐摔馬 你朋友啊 但是我還是 跟以前一樣的努力 漂亮 漂亮 加油 陳雪衝 啊 balance 一隊 一隊 開始 一隊 這一隊 筒 準備 cherry 也櫃 就飛了 唉唷 攝像 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我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哈哈 快聽了 蘇瑦 自從 砂崩難